看着地面上的皇后尸身 看着那一盆血肉 所有的人都惊骇得无法言语 叶崇低声交代了几句什么 扭转马头 开始往城门处追击 一方面秦家的有声力量还很强大 他必须抓紧与四处兵马联络 误求一击到底 二来皇后死在自己面前 为了自身的安全出发 还是躲得越远越好 皇族的事情 还是留给大殿下和谭伯公处理吧 皇后的堕城自杀 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 虽然太子兵败 皇后面临的下场 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外表温婉 那里却是难堪大用的皇后娘娘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竟然生出了如此的勇气 其实皇城之上的厮杀没有结束 秦家的叛军还在负于顽抗 范贤和大皇子的亲信下属们 顾着太后与那些大臣们的安危 也没有忽视皇后的存在 只是没有多余的精神 去防着那纵身一跃的欺然 皇后就这样跳了下来 赫然死在了余万人的面前 这一幕场景和其惊心动魄 二皇子像个痴人一样 正正看着皇后的尸体 忽然从脚尖到头顶 都开始颤抖了起来 浑身上下被含义笼罩 不停地打着哆嗦 不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什么样的结局 下意识里抬头望去 确认了生母淑贵妃的安全后 才贪婪在地 身旁早有定州将士将他扶起 恭敬而警惕地将他围在了中间 生怕他会再出一些什么问题 二皇子面无表情 眼神却有些涣散 在心里想着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如果人想自取死亡 谁又能够拦得住呢 秦家的军队已经撤退 定州军在不停追击 京都里一片沙发之声 尤其是隆起所在的那一队叛军 更是以奇快的速度 通过了长长的大街 经过了张德卿亲自看管的正阳门 向着京都外奔驰而去 张德卿面如死灰地 看着面前的这一幕 心中不知是何种滋味 忠诚这种东西 是需要秉持一生的信念 哪怕只是在最后的关头 动摇了一下 前半生的忠诚 便成为了奸诈的铺垫 他知道自己没有翻身的机会 也没有什么勇气 凭借城门司的三千官兵 久坐城门 来帮助秦家 拖住定州军的速度 城门只能防着城外的人 又如何能防得住内里的倒戈 张德卿黯然长叹一声 最后看了一眼赤裂阳光下 仿似闪着金光的正阳门 率着自己的亲兵 跟着龙旗 跟着叛军的大部队 开始了逃亡 正阳门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和尚 宫典率领的定州军 已然杀了过来 化为一道黄龙 追击而出 而此时落荒而逃的太子 用龙旗作为障眼法 自己却被秦家仅存的几位将军 拱卫着来到了东华门下 秦老爷子和秦衡都死了 此时的叛军群龙无首 好在那几位被秦老爷子派去 保护太子的家将还活着 他们在这样的危急关头 想出了这样的逃顿之法 意图出京北晋 与苍州处的征北大营会合 然则太子的心中 早已是一片黯然 既然京中有伏笔 燕大都督或许已经死亡 自己又能逃向何处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母后已经堕成身死的消息 深吸了一口气 片刻后强行提起些许精神 心想父皇如果真的死了 自己在姑母的帮助下 未必见得 不能够东山再起 毕竟自己是太子 这天下姓李而不是姓范 范贤就算掌控了京都 也不见得能够掌控天下 然而十分困难 才提起来的那似战役 却被面前那两扇 紧紧关闭的巨大城门 一下子拍成了粉碎 太子及诸将面色铁青地 看着东华门两侧石梯上 持剑以带的城门司官兵 看着那名将军身旁的白衣官员心神大惊 太子认识那位白衣官员 知道对方是监察院的第三号人物 父皇很赏识的严冰云 然而他已经收到消息 说此人在说服张德青的时候 已经被姑母领人拿下 又被人艰险就走 怎么却到了这里 太子请留步 严冰云白衣上还有凌晨绝杀时留下的血字 他咳了两声神情凝重 凌晨就他性命的那名黑衣人 将他放到安全地带后 便消失无踪 也不知道是去了哪里 对于京都这半日发生的事情 严冰云无法亲身参与 可是还是通过一处残存的渠道 紧张地注视着这一切 当广场上出现异动时 他已经提前来到了东华门 没有一个衙门市铁板一块 张德青即便任承门司统领二世载 可在今天这种局面下 不可能命令所有的下属和他同一条心 尤其是此事叛军已败 严冰云知道自己是在冒险 然而他喜欢这种冒险的感觉 而且他觉得自己在犯了一次大错之后 必须弥补些什么 替小贩大人做些什么 好在这一次他成功了 承门司成功地将太子堵在了东华门下 皇帝陛下对承门司的超严控制 让东华门统领在知晓了具体情况下 坚决地站在了范贤的身边 或者说是站在了自己的荣华富贵一边 如果让太子就此率兵逃出京都 联络四野里的兵士 谁知道这天下将来还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一心想要突围出城的叛军 并没有给严冰云太多谈判的时间 秦家诸将未经请示太子 便开始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只闻一声军令 叛军们奋勇无比地向着东华门杀将过去 两边剑与其飞杀伤惨烈 然而战斗打响没有多久 太子的脸色变白了 因为他听到了身后传来的轰隆隆如雷一般的响声 是定州军的骑兵大队 一方骑士在京都街巷中被风吹得烈烈作响 奇快无比地向东华门靠拢 其上写着一个大大的叶字 叶仲亲自领兵而来 有些意外地发现 东华门已然关上 太子所在的叛军大部队 被堵在了这一方并不怎么宽阔的城门前 密密麻麻地站了半条大街 他深吸一口气 知道东华门守不住多久 一抬右臂便准备进行今日京都事变中 最血腥的那一个部分 但没有料到 正在此时 叛军们对东华门的爆裂攻击 却渐渐缓了下来 自叶仲追上来后 太子一直将头低着 垂在自己的胸前 不知道在想什么 然后他缓缓抬起头来 眼中满是一片黯然与解脱之色 开口说道 投降 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用不可置信 愤怒 哀伤 绝望 不解的眼光 看着太子殿下 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忽然丧失了所有的战役 太子的目光 缓缓从这些忠诚 跟随自己的将军和士兵脸上掠过 他知道 如果拼死一搏 未必不可能杀出城去 然而这件事情进行到现在 太子已经累了 疲了 倦了 绝望了 即便杀出城去又如何 由京都至苍州 遥遥千里 难道让这数千将士 就在漫长的追击 一个一个死去 难道就让大军 在沁国百姓们的 卧土粮田上交锋 杀人 放火 太子扭转马头 隔着满街的军事枪林 远远望着叶仲 开口说道 叶将军 本宫不想走了 叶仲微皱起了眉头 不明白眼前的一幕 究竟因何产生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太子的心理变化 总以为太子是在打着别的什么念头 但既然太子此时开口 似乎有些机会 叶仲也不愿意自己的定州军 会付出更大的伤亡 太子殿下英明 此时里承前的太子之位 已经被范贤在宫中奉召而废 只是叶仲依然习惯性地说了出来 里承前苦笑了一声 然后说道 我有一个条件 太子请讲 我要见范贤 他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 李承前的脸一下子寒冷了起来 不是因为他明白了些什么 而是身为李家子弟 身为被当作下一任君王 培养了若干年的太子 他隐约猜到了天上的那只手 在这京都里 究竟想捏出什么样的命运来 而他不想屈服于那种命运 至少要让那只手拧泥人时 被一些小石立个一下 叶仲沉默片刻后说道 我不知道范公爷此时身在何处 里承前的眼中闪过一道异色 马上却猜到了一些什么事情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开始担心起某些人的安危 心想自己的条件 还没有落入范贤的耳中 还来得及吗 叶仲在说谎 因为他能猜到范贤在哪里 但在基本上已成一片血海的京都之中 不论是叛军还是接受范贤监国权利的人们 都已经失去了他的踪迹 自秦老爷子被刺身亡的那一刻后 主持京都大事的范公爷 便再也找不到了 东华门前下定决心的太子 却和叶仲一样在第一时间内猜到了范贤的去向 叶仲之所以能够猜到 是因为那个地址是他亲口告诉范贤 太子能够猜到 则是因为他很关心那里的一切 那里的人们 范贤在太平别远 一身黑衣的他 站在刘金河的这一案 看着对岸的风景 整个人与树木的阴影画在了一起 如果不仔细分辨 根本看不出来 这里已经是京郊 他在杀死秦叶之后 便用最快的速度 趁着京都的混乱 越过了高高的京都城墙 来到了这里 因为在这座皇室的别院里 有他最关心的妻子林婉 还有大宝 还有那位一手策划大东山之事 京都叛乱的长公主殿下 范贤对于太平别院并不陌生 准确来说 他是熟悉到了极点 因为这座庄园在二十年前 本来就是自己家的产业 是母亲叶青梅 来到庆国后居住的地方 叶家破灭之后 这座庄园被收归皇室 只是皇帝陛下 一直将太平别院封存 用大内侍卫看管 严禁任何皇室成员进入 才渐渐淹没了名声 庆历四年夏秋之际 范贤曾经带着妹妹隔阂而看 摇摇一记 其实和风浮体 不胜唏嘘 范贤不明白 长公主为什么会选择太平别院 作为她指挥京都市仪的居所 但她此时也顾不得思考这一些 如何能够将瓦儿和大宝 安全地救出来 才是重中之重 瓦儿虽然是长公主的亲生女儿 但范贤不敢担保 亲眼看到这么多年的谋划 以这种惨淡的方式收场后 那个疯狂的女人 会不会变得六亲不认 这十日来 她一直知道 瓦儿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却始终没有办法解决 也没有在旁人面前流露出一丝焦虑 然而只有她自己知道 瓦儿和大宝的安危 是怎样的在影响自己的情绪 站在何这案 看着何那案 范贤的心脏微微抽痛 才明白原来瓦儿在自己心中 比自己所能想象的更加重要 太平别院的房间构图 五竹曾经亲口对她说过 而且五竹曾经深入院内 取过一样东西 范贤来到别院对岸后 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下 那座清幽别院的防御力量 比她想象中要弱很多 看来这几年 监察院和自己对信仰方面 不停歇的打击 果然还是有些用处 长公主身边的高手 已经被削减了不少 只是京都内沙生震天 京郊的太平别院 却是一片安静 这种十分鲜明的反差 让范贤始终不敢轻动 太平别院建造之初的选址 便很特别 实际上是建在 流经河中的一个小半岛上 入院只有一条通道 而四周河岸的地势 相对都要低浅一些 范贤于临烧之头观察许久 却发现视线均为院墙所挡 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情况 院墙设计得很巧 并不怎么高 却恰好挡住了 外肩头来的所有视线 范贤的嘴唇有些发苦 直到即便是班众居来 也没有什么用处 一念及此 他心头不禁咯噔一声 暗想老妈当年设计这座院子 难道就曾经想过要抵抗重居的设计 然而 世上没有功不现的别院 不然二十年前 姓业的女子也不会就此消失在庆国的人间 范贤只是有些投鼠忌器 不敢强攻 因为他知道 李云锐的这一手 确实掐住了自己的七寸 再和这案 没有思考多久 范贤的脸色平静了下来 深吸了一口气 转向曾经路过的一方竹中战桥 就这样像散步一样 走到了太平别院的正门口 墙上竹林后 疏然出现了许多人 将范贤围在了正中间 这些长公主的贴身护卫高手 满脸震惊地看着他 早已认出了他的身份 不明白在这样的时刻 他为什么敢就这样现身 范贤眼神平静 如流金河中环淌之水 说道我要见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